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网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VVA国际第三季的领袖培训会 我是Claudia VVA国际的资深总监 每一家企业都有一个核心理念 而VVA国际也不例外 VVA产品导向配合完美制度 让很多人完成了不同的人生目标 有的人在这里翻身 有的人在这里找回了健康 也有的人在这里成为一名非常杰出的领导人 所以一个人要活得有价值 是可以有很多方面去着手的 如果你拥有健康良好的体魄 你可以选择成为一名运动家 如果你充满智慧 对于增加学问充满追求 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思想家 但是在VVA我们希望看到的大家 是在各个方面都能够取得优秀成就的领导人 就像我们身上佩戴的VVA徽章 六个曲线代表着经济 健康 社交 家庭 思想 以及精神 这六大目标在VVA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是VVA希望所有VVA人去看中的 它让很多人 本来面临人生困境的人 让很多人生不完整的人 重新以靓丽的姿态站起来 成为大赢家 今天通过六位讲师 为大家带来这六大目标的重要性 希望大家能够达至这些目标 获得更完整 更美好的人生 好的 让我们正式开始了 今天第一个主题 是绝大部分的你们都在追求的 那就是金钱财富 在VVA我们把它贵纳在经济的目标 分享这个主题的 是VVA国际最早的领导人之一 12年了 他跟了VVA做了12年 他的整个家族都在VVA 而且都是飞马级以上的 在他的组织里面 他的旗下拥有超过60位的飞马领导 整个VVA只有三个人拥有三环 而他是其中一位 今天的讲师群里面 他也是最资深的 在过去12年 他也是最付出 最坚持 最配合的 他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模仿 他就是我们VVA国际 飞马领导人之一 飞马领导人之一 大家好 我是叶丽 今天我真的感到很荣幸 也很高兴 分享一下我自己本身在VVA的过程 算起来 我在VVA可以算是做了12年 我是在马来西亚大三角 VVA还没有办公室的时候加入的 当时我们大部分的运作 是在一间小小的咖啡店里面 我是其中一个 也是非常少数的人 能够看着VVA从零开始 一路成长 成为今天一家几十亿业绩的 国际庞然大物 在这十多年的过程当中 我亲眼看着VVA洗洗多多的人 从一无所有 负债累累到今天一无所缺 身家过百万 过千万 我自认是VVA的老怪物了 所以我还是有一点点 这样的资格可以代表VVA这家伟大的公司 主讲这个非常敏感的主题 经济的目标 有一句这样说 金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 却是万万不能的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现实的社会里 非常需要钱 从每天的衣服住行 家里的柴米油盐 将处查 样样都是要钱 今天我们周围认识的每个人 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为了赚钱而忙碌 很多人为了金钱 可以透支自己本身最重要的健康 很多人为了找吃 可以长期离乡背井 离开家人去很远的地方工作 金钱对于所有人就是这么的重要 有些人为了他甚至不惜去犯罪 拜六礼拜买万字票 买彩票是排长龙的 全世界的赌场都挤满了人 每个人想要发财 每个人想要赚大钱 有计划叫做 有钱能使鬼推磨 的确金钱是万能的 他肯定可以帮你解决超过一万个问题 所以他是万能的 你想要的那些梦想 你想要的那些更好的生活 全部都跟金钱有关 都需要金钱来支撑 没有钱什么都是假的 所以如果你要更加的富有 首先你不能清高的认为金钱不重要 我在Rivoy之前 已经在市场跑了几十年 也就是因为Rivoy我个人的经济情况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我在Rivoy赚取到的收入大大的提高我的生活品质 今天Rivoy使到我拥有一个很好很强的经济实力去买任何我想买的东西 可能你看到我拥有的这些 可能你看到我拥有的这些有这么多包包 这么多名牌 认为我不应该花这么多钱在这些奢侈品上 那你就错了 这些在Rivoy的角度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冰山一角 甚至在Rivoy的眼里 它们甚至不能被称作为奢侈品 一个几万块钱的包包 一条几千块钱的皮带 在Rivoy的眼里 这些都不能称作为奢侈品 这些都是一些品牌公司把产品包装到很高贵 去满足一个人表面上的西容性的一些技巧而已 但是我们深一层去思考 一个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的东西怎么可以算是车磁品呢? 过去Rivoy的一些动作可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就像Rivoy送了一艘一百扯长的大型游艇给我们所有飞 这个动作让我真正明白什么才叫奢侈品 原来真正的奢侈品是拥有私人飞机 是拥有私人游艇 是随时随地可以环游世界入住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 甚至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 这些都是这些年来几乎将近每个月 让我们这些做到不错业绩的领导人亲身体验 你看Rivoy不但让很多人的经济实力变得强大 他还真正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称开我们每一个人的格局 说真的讲到这里 有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叶利姐为什么这么现实 一直在讲钱 如果你要这样认为也可以 不过我想要告诉你 这个社会更现实 没有钱 你可能连命都会没有 Rivoy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因为经济情况的改善 就到自己淫命 甚至改变整个家庭的悲剂 来自新加坡 陈金利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非常尽责 非常非常努力 拼了大半辈子 结果还是负债累累 差点就从家里的窗口 跳出去自行短见 他自己本身都说过 他在Rivoy都没有像以前在外面那么拼命 而很讽刺的 他自从加入Rivoy过后 短短几年 他的整个经济情况 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现在他能给他的家人生活得很舒适 在新加坡能够住在独立式洋房 开着几辆豪华车 老实说 其实车在Rivoy都已经不算是奢侈品 我已经算是全身心的投入Rivoy这个事业的人 对Rivoy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很理解的人 可是我自己都不大清楚 目前Rivoy的领导人 加起来到底拥有多少两劳斯莱斯 你看如果在外面一两劳斯莱斯 是可以引起整条街的人关注的 但是在Rivoy我已经算不到有几两了 我只知道好几年前 公司的杂志封面就已经有十两 现在搞不好整个Rivoy在世界各地都已经有二三十两 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想要先要财富 我必须把发生在Rivoy的事实讲出来 并且让你们知道一件更重要的事实 就是在Rivoy赚起高收入的可能性 在Rivoy我们都是靠着制造多少业绩得到多少收入的 你没有业绩就没有收入 我看着Rivoy从开始到现在 公司从来都没有利用人的念头 利用金钱来吸引人 公司一贯的教育都是不断的鼓励我们提高自己本身的市场能力 磨练自己本身的销售能力 我从老板的口中都是一直听到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很强的人 希望我们给自己机会去市场磨练我们个人的能力 对了 各位朋友 拥有很高的经济能力 不如去拥有很高的创造经济的能力 有可能今天你中了彩票 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金钱 瞬间你就有很高的经济能力 但是你绝对不可能时常中彩票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富有 自己本身要有创造经济的能力 有赚起高收入的能力 有制造业绩的能力 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根本 这些能力都不是以生计来的 它必须是磨练出来的 而在市场上有很多的人的确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就是缺少一个公平可靠的平台 今天reway这么多年已经正式了 是能赚起高收入的地方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能力 在reway你肯定能平步轻云 再糟糕的情况都能够翻身 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那也只差你肯不肯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参与reway的环境 影响自己提高自己本身这方面的能力 没有捷径可以走 它不容易 但是如果能够掌握这个能力 付出的代价再大都是值得的 所以我鼓励大家敢敢跳进这个残酷的市场 给自己一个机会去面对很多的季节 去累积市场的经验 去承受市场的打击 然后不断的反省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练习 把能够创造业绩的能力计备起来 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 你在reway肯定不会穷 相信我 我是其中一个受益者 reway彻底的改变我的人生 改善我的经济情况 如果我可以 你一定也可以 在这里我顺便也要提醒一下 刚才我所说的去磨练我们个人的制造业绩的能力 提高自己本身的销售能力 我发现到当在练习这些能力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间接的提高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那就是影响力 是的 这是你必须要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 在reway 并不是一致不断的叫你去承受市场的打击 不是叫你一味去创墙 我们需要累积很多可以感动人的奋斗故事 甚至一些很悲壮的那种创业故事 这些故事如果足够感人 足够精彩 自然而然的可以影响到人提高你的影响力 在reway要成功 你需要能够带组织 组织越大代表收入越高 你的影响力越大你就能带领越大的团队 我的建议是加入reway的前期 不要吝啬付出 不要害怕遇到挫折 到了后期这些累积出来的感人故事 会帮助你带领一个很大的团队 并且拥有长期稳定的高收入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在我组织里面有一位做得非常非常接触的领导人的故事 他是我们公司的飞马领队八一环 Mr.Andy Soar 我的其中一个黑环 reway叫做玄环就是他贡献的 我认识的Andy是一位非常非常努力 非常非常耗血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在他还没有加入reway之前 做了很多的生意 人生起起落落 非常拼命 但是最后还是失败收场 负债累累 甚至很委屈的厚着脸皮的靠着他的娘家的救济 躲在一个马来西亚的小村庄里面躲在 家里甚至吃饭的钱 出门的费用都没有 老婆孩子都需要亲戚的帮助来供养 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了百了 可以算是天无杰人之路 他遇到了reway 并且幸运的被reway的环境影响 他在reway重获自信 看到了希望 从加入reway开始 他就开着一辆小破车 南下北上 没日没夜的拼 但是还是被无数的人忌解 成绩非常的糟糕 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好学 不断的烦着他的领导人 不断的黏着他的领导人学习 他的领导人讲什么 他都录音做笔记 回家面对墙壁 不断的练习不断的苦练 每一次参加公司的会议 参加组织的会议 他都会去选择激发自己 我看着他从什么都没有 一步一步的走来 短短不到六七年的时间 成为现在整个reway的其中一个很大很关键的组织 今天的他住在价值千万的别墅里 从家人的瞧不起 变成今天整个家族的支柱 整个家族的骄傲 孩子因为他们两夫妇的积极正面 也变得乖巧懂事 整个人生有了180度的转变 今天我看到他的成就 我非常的感动 受到很大的启发 今天我讲他的故事 来总结我今天的主题 希望能够对你有很大的启发 并希望能够借此 让你得到足够的能量 去做出一些大决定 希望你将会是下一个在reway精彩故事的主节 我衷心地祝福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耶利 听了耶利的分享很感动 他在reway的成就 我相信是他在reway之前想都没有想过 会有那么一天能够拥有这一切 下一个主题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这个主题叫做健康 为什么严肃 因为当你没有了健康 什么都是假的 接下来这位讲师在reway才短短五年 已经是台湾立会女生的第一 团队遍布整个台湾 一讲到台湾立会说真的 没有人会不知道他是谁 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近期他在reway的收入 是数一数二的 你不要看他的外表 思思文文 如果你认识他 他的心智上 他里面的那股力量 是我见过最庞大的 我相信 以他目前的动作来看 他不但会成为台湾立会第一 甚至很有可能成为reway国际的第一 他就是飞马领队八一环 冯玉恩 主题健康目标 大家好 我是冯玉恩 真的很荣幸可以代表立会国际 担任今天的主讲人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 健康的目标 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健康重要吗 其实这是一句废话 所有的人答案都会是一样的 因为当没有了健康 尽管你是亿万富豪也没用 你赚很多钱也没有用 有句话这么说 钱在银行 人在天堂 老公躺在别人的熊躺 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生命 一切都是假的 其实今天我的主题 是个非常老掉牙的主题 尤其现在全世界在疫情当中 每个人都很清楚知道健康的重要性 但是各位朋友 单单知道是不够的 总裁最近成功 从一个肥胖的大叔 变成有八块腹肌 整个人在短短的时间内 有着天翻地覆的改变 变成更加健康 更加的强壮 更加的有力量 他甚至把自己塑造出来的身材 拍成海报 挂在自己的健身房的墙上 这是一件多么值得 骄傲的事情 你有没有想象过 在健身房里挂着的海报是自己的身材 如果你不是专业的健身比赛选手 这几乎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这种毅力的确让人由衷的敬佩 我相信这次他成功完成他的短期健康目标后的心情 肯定是为自己感到很骄傲的 因为这是非常少数的人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单单知道是不够的 总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我们了解到成功的人和普通人的区别 普通人只是停留在知道 成功的人会把知道的事情 很有纪律的执行出来 就好像总裁的海报上面写的一句话 这句话直接很好的表达一切 也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 他说的那句话 中文的意思是这样的 单靠希望是不足够的 你必须去做 是的各位朋友 我也知道你已经知道健康很重要 但是那是不足够的 所以我希望 你可以认真的听完 我今天的培训会当中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健康 希望我们都可以再一次的被提醒 彼此得到一些能量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 习惯有所改变 使我们可以更健康更强壮 总裁曾经在我们飞马群组里面分享一些心得 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他说如果你想要健康 是需要付出代价 健康本身是一个目标 你要完成任何有意义的目标 都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我们可以从接下来这三点开始改变 第一 要在众人面前感感的口蜜 让自己无后路可退 感感的口蜜 让越多人笑的那种 里面有很大的力量 可以让你改变 总裁就是在今年初 2月4号培训会的那天 我见证他做到这一步 他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什么身份 高高在上 对那天在场很多人来说 他是神一样的存在 但是他却把自己最难看的那一面 最胖的样子接近全裸 只穿一条短短的裤子的照片 给全场的人看 当时全场的人都尖叫 但他能够做到这一步 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佩服 他想改变的决心 第二 需要去寻找对的环境 今天你要健康 你就需要去参与一群很健康的人 健康意识很强的人 今天你要健美 你就需要去接触很多很热衷于 健美的一些人 去寻找那些喜欢运动的人 喜欢健身的人 喜欢打太取权的人 在健康这个领域充满热忱的 成功的完成并且维持健康的目标的人 跟他们成为朋友 最好是成为好朋友 这个新的环境 除了可以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 还会成功的影响我们自己本身的行为 第三 就是不要找借口 如果在接触了这些人后 在安排时间 成群接对的去运动的时候 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多借口 当下立刻马上先答应 如果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去想 通常都是会先去忙别的 最后一拖再多打回原型 希望以上三点总裁的分享 可以让你付出行动 并且成功的改变自己 今天 我也希望可以通过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如何可以在健康这个目标上成功 首先 管好自己的嘴巴 嘴巴长在自己的脸上 你控制不了 没人可以帮助到你 我知道很啰嗦 但是我还是必须讲 少吃油腻的 少吃甜食 多喝水 可以吃干净一点的食物 我们就选择去吃干净一点的 太油腻 摄取太多糖分 很容易肥胖的 而且饮食方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吃 各位 吃 我们吃到七分饱就好 我听过总裁分享 他说 什么是七分饱 七分饱就是在感觉饱之前 当你感觉到饱 就已经很接近十分饱了 有句话这样说 每餐七分饱 健康活到老 所以吃七分饱就好 不过很遗憾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身边很多人 每餐不只是吃到十分饱 甚至十二分饱 十五分饱都有 饱到不能走路的那种 你看 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 住的地方已经远离乡村 在城市里吃的东西非常充足 不像以前很穷的年代 很多人不够吃 要饿肚子 但是今天我们住在城市里 相信这边的人 是很少机会饿肚子的 我们的长辈 在家里老一辈的人 以前穷过来的人 都希望我们这些后辈 不要饿到 希望我们能吃多一点 甚至看到我们比较肥胖的时候 他们会感到欣慰 这是一个很多人需要面对的挑战 当我们很节制的控制饮食的时候 身边总会有人 来给你很多的建议和劝告 尤其是那些老一辈 关心你的人 他们一般会说 谁说你胖 你不胖啊 这叫做壮不叫胖 多吃一点 或者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瘦瘦的哪里好看 要胖一点 看起来才稳重 比较可靠 这些话都很危险 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很好身材的 其中一个挑战 所以我建议 尽可能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鼓励家人一起努力 一起培养更健康的生活习惯 因为根据刚才总裁所说的 你处在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你很节制的想要吃的干净 家人却在你的面前大吃油腻 多味的美食饮用你 那绝对会影响你坚持的毅力 除了控制 节制饮食以外 保健品一定要吃 保健品已经成为在城市生活的人的 一个必需品 不管我们怎样注意饮食 我们从食物中 摄取到的营养都是不足够的 我们需要去补充 我们每天摄取不足的营养和矿物质 这个我等一下随后会再强调 好了 除了注意饮食 下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请大家注意你们的作息 尽量去控制我们生活的规律 早上逼自己早点起床 最好天没亮之前就起床 这是一种良好的习惯 我们都必须要培养的 有可能你会说 我每天都忙到很晚 所以我说要逼自己早点起床 因为当这个习惯养成 到了晚上你会开始累 会想要睡觉 自然而然你就开始习惯早睡 凡事有意义的都是必须付出代价 成功都是被逼出来的 这个习惯坚持持续一段时间后 慢慢的你就会自然的把平常 晚上做的事情移到早上去做 可能前期比较困难 不过我真的觉得早上做事情 的确会比较有生产力 如果很早起床 整天的时间也会显得比较长 可以做更多东西 最重要的是 调整好作息时间 你会更加的健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也是刚才我稍微有提到的 那就是运动 运动的重要性 我不需要再说 我相信大家从懂事开始 就应该知道运动很重要 只差没有去做 我希望运动这一方面 要能够启动 并且持之以恒 我们可以回去参考 刚才我分享我们总裁的那三个点 没有做出一些极端的动作 真的很难去改变 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些习惯 如果你已经有了时常运动的习惯 我真的由衷恭喜你 如果没有 不妨培养多一项嗜好 打打太极也好 做做瑜伽也好 去打打球也好 健身也好 总之去动一下 我们人本来就是动物 不是植物 我们先天就需要时常动起来的 好了 讲到这里 除了以上的这些点 我需要跟大家分享 我过去几年在代表的一个产品 Pertier台盘树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产品 相信我 今天立会公司的业绩在全世界 排得上很高的名次 我不需要在这种场合销售产品 我是代表我个人 很诚心的 很用心的 跟大家分享一个 的确很棒的好产品 我真的亲眼看到它 逆转很多人的生活品质 我衷心的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 给自己只能活一次生命的一个机会 去接受并服用这个产品 在这里跟你们说说我的故事 对我人生影响非常深 可以说没有亲身经历 可能没有今天的我 他是我的父亲 出生在1944年 中国抗日战争末期乡下农村 内乱时期 种田种地劳力大 辛勤劳作此家 养家福口 物质齐缺的年代 很节省舍不得 我有一个哥哥 三个姐姐 我是家中老妖 有我的时候 那是1977年 中国正好计划生育 村上所有妇女 用卡车被载到乡里 市里卫生医院做劫渣 当时我在妈妈腹中两个月了 爸爸得知求医生 不会再生了 求留下腹中的胎儿 很巧的 当时那个医生姓逢 计划生育也刚刚实行 在爸爸 请求下 医生 暗中结扎时 留下了胎儿 我的命原本 不会来到这个世上 而爸爸是 再次给了我命的人 所以对爸爸的感情 特别的深 1999年的秋天 我的爸爸生病了 他得的是肺癌末期 医生宣判胜半年的命 这个时候的他 当所谓他的任务完成 也是男生娶女生嫁 也是生活好过一点的时候 看着医生检查的结果 他如五雷封顶 他从没想到 我听到爸爸告诉医生 救救我 我不想死 然后所有的积蓄 所有的钱 一年不到花光在医院 还借钱欠债 最后被医生赶出医院 说救不了了 回家吧 无奈只得回家 爸爸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还在说 快送我去医院 就这样 带着一生的遗憾 最终 钱也没了 人也没了 真正的人才良空 每次回想起这段 我的心就很痛 我在想 当时 有Portier 我相信我爸爸有机会 还活着 他的求生的意志 如此的强烈 只是找不到机会 健康太重要了 不要舍不得对自己好 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 才去重视健康 所以亲身经历 刻苦铭心 尽孝的那么少 离家那么的远 这是心中永远的遗憾 永远的痛 我永远记得 那寻求救命的渴望 而没有半点机会 试着一试 今天的我 找到健康 远离了西药 每天提醒人健康 分享着健康 我非常热爱这份工作 提醒与帮助人 透过这个平台 把爱传出去 将穷极我的一生 来去填补 来去努力 来去报答爸爸的遗憾 摆散笑为先 不要等到 只欲养而亲不带 数欲尽而封不止 努力的拼搏和奋斗 永远记住生命没有瑕疵 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位英雄 保护好你们自己 和家人 从自己开始 成为更健康的人 从而影响到家人 朋友 一颗善良的心 力所能及的做好自己身边 可以做的事情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余恩 每一次听到和健康有关的 我又会情不自禁的去拿几粒Pertia来吃 做Reway很好 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感谢上昌啊 下一个主题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这个主题叫做社交 而这一位讲师加入Reway 其实才短短的几年 两三年 就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人 以他本身拥有的条件 他可以每一天去运动打拳击 或打扮得漂漂亮亮喝下午茶 不需要去接受这些业绩的压力 和市场的折磨 不过今天他不但做了 而且做得非常的接触 经过的煎熬和内心的挣扎 肯定比任何人还多 因为他不像我们 但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选择 有很多很多比较容易的路可以走 我由衷感恩 有他这样的人在Reway Reway也非常珍惜他这样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他就是飞马领队期 愉悦期 主题社交目标 谢谢Codea 大家好 我是立会国际的余悦期 非常开心 今天能够在这一次 绿威全球直播领袖培训会 和大家分享 绿威国际六大人生目标中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 社交 社交是人生成长过程中 都需要学习的课程 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 绝不能离群所居 就像小朋友需要玩伴 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社交生活 找到对的社交圈 建立好人际关系 不仅可以增添生活的乐趣 也助于事业的提升 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够成功 是因为他们具有一个非常强的社交能力 很多人说我的朋友不多 我该如何去结交新的朋友呢? 首先我想跟你说 你要有喜欢交朋友这个想法 结交朋友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而不是孤僻自己 一个人孤僻久了 会和社会脱节 你会有恐惧结交朋友的心理 朋友的类型相当的多 我们可以选择交自己喜欢类型的朋友 同样的 别人也会选择他们想认识的人 在社交场合中 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但是我们一定要成为受欢迎的人 曾经我听过一位心理医生说过 要和陌生人建立信任和友好的关系 在初世见面的第一个90秒非常的关键 对方就会对你第一个印象做出了决定 90秒也就是一分半钟 做出了第一个90秒 那么别人才会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90秒 别人是看不到你的材质的 但是看到的是你当下的形象 所以我们的穿着要非常的得体 要带着真诚的微笑 伸出你有好的双手 让别人感觉到你的倾泻感 说到这里 我就想起我们有一个非常好学习的一个对象 那就是我们的 绿威联合创办人Claudia 绿威的全民女神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是在一个摄影棚里 她看到我十米远 就开始很热情的和我打招呼 她西装隔离 大方得体 气质非凡的向我迎面走来 非常甜美的微笑 甜到我手中的冰淇淋都要融化了 那自信的笑容仍然到现在都深深的烙在我的脑海中 和我握手的同时 还居然能叫出我的名字 你要知道 当时我还是一个新人 绿威几百万个会员 她竟然能记住我的名字 还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内心无比的温暖 令我不到九十秒的瞬间 喜欢上了这一位绿威国际的资深总监 Claudia能有全民女神的称号 在于她的魅力 并且深得人心 情商超高的一个人 和她交谈的过程中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她像一本学无止尽的书 自制足迹吸引着我想要和她学习的心 印象深刻的是 当时她和我讲过那么一句话 如果你在绿威只要不断的学习瑞变 将来你也可以成为别人心目中的女神 这句话对于我当时是一位新人来说 马上在绿威有了奋斗的目标和前行的动力 在我之前的认知里 像Claudia这样高层次的一个人物 在别的公司往往都是高高在上的 但是在绿威不止我们Claudia 还有我们公司所有的核心管理团队 都是那么的有亲和力 你在绿威见到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是西装隔离的国际形象 他们而且还会面带微笑非常热情的和你握手 这就是绿威给到我们的第一个印象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绿威这家公司的其中一个原因 事实证明一个优秀的人就会影响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优秀的人呢 首先你要选择一个积极向上的环境 参与其中去影响我们自己本身 所以我们要拥有一个随时随地都要学习的心态 选择被激发 我们的总裁林文峰先生曾经说过 只要你想学到处都是老师 竟然提到了我们的老板林文峰先生 在这里就不得不自豪的炫耀一下我们的老板 他多才多艺 他不仅是一位企业家 也是一位演说家 思想家 教育家 慈善家 作词作曲家 也是一位梦想家 及实践家 只要他想学 他都会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 比如他想成为健身达人 他会去结交一群热爱健身积极致律的人群中 并且设定目标 在五个月内 要做到从大富变成八块富鸡加仁余线当家辉的身材 在这里说的容易 但是要做到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结果 需要经历多少常人无法做到的毅力和决心 比如他想学开飞机 成为飞机师 他会去刻苦学习专业的飞机课程 并且参加各种考试 大家都知道飞机师是非常难的 不像汽车驾照这么简单 需要学习大量的专业知识和严格的顺练 像我们执行总监这样一位人物 还能够安排出时间来学习 肯定是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 真的非常让人敬佩 这么有才华洋溢的人 难怪去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人 我们非常敬佩 我们有这样的一位老板 一直带领着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就是一种想学习的态度 在积极正面的环境里 你才可以预变成一个优秀的人 自然而然你会影响提高很多人 想和你交朋友的能力 回想起当初如果我没有选择加入绿位 我原来的圈程也许是原来的层次 但是加入绿位之后 我结识到了林门峰总裁 这样很高成就的人物 让我很想靠近这样的人物 提升我自己的思维格局之外 改变了我的人生 所以这三年来我非常努力的脱颖而出 去做到今天我做到了成为绿位国际的十二强 女生前五名成为她的得力干将 实现了我最初加入绿位的梦想 我们都知道环境造就结果 接触不同的朋友会影响你的未来 也会改变你的命运 所以我们要谨慎的选择我们的社交圈 多和积极正面的人在一起 比如一个婴儿被一群猴子养大 那她就是猴子 那么同样的一个道理 一个婴儿在美国华尔街被一群富豪养大的 她就会成为移民金融巨二 所以环境就是结果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服务员的朋友都是服务员 白领身边的朋友都是白领 企业家的朋友都是企业家 领导人的朋友都是领导人 而研究发现你的收入是你五个最好朋友的收入的平均值 在绿位是一个造就人才的平台 绿位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人才 并且可以从一个人才复制出一群人才 获得成功在绿位的人很多 比如每一位飞马领队 绿位在这12年里造就了400位飞马领队 如果你想成为绿位的飞马领队 你就要想成为他们的朋友 那么你也会在他们的带领下成为飞马领队 所以如果你的好朋友是绿位最高阶级的领导人 比如Jory 邱燕豪 Celestan 还有我们的资深总监Cody 我们的执行总监林文峰先生 那么我恭喜你 你的年收入肯定是千万美金 关键是你想交到这些成功人士做朋友 那么你首先要选择这样的环境脱颖而出 改变自己变得更优秀 你才可以去到最高的城市 而外面的环境绝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充满了自私自利都会先保护自己 算得清清楚楚的世界 比如在职业厂上 员工习惯抱怨老板 同事习惯八卦论人是非 通常谈论的内容都是没有什么建议性的 大家习惯一起沉沦 心理学有一个名词叫做癌症性格 大体的表现是密来顺受 爱生闷气敏感多思 凡事都是喜欢往负面想 所以很多人在平常生活中 不自觉的就有了这种癌症性格 凡事都喜欢负面抱怨人的 医生都是被厄运包围着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 而你如果有幸成为 吕薇大家庭的一员 那么我真的要恭喜你 你非常的幸运 因为在吕薇积极正面的环境和教育下 能够让助你摆脱癌症性格 再关键是你想不想改变 加入吕薇让我最大的改变是 可以学到外面学不到的一个良好的素质 可以让我结交很多真正的朋友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吕薇学到了一些 拥有真正朋友的心得 朋友的关系是要用心用情去维护的 当然过程中也需要学习和朋友 建立沟通的方式 谈话让别人舒服决定了你的高度 我们尽可能的去成为一个温和的人 让你身边的朋友和你在一起 有渔暮春风的感觉 而不是把直爽作为雨出伤人的理由 我打个比方 如果你见到你的朋友 你发现他很胖 你会怎样去表达 怎样去说 有人直接会说 哇你现在真的很肥 你赶紧去减肥吧 要么真的没有办法看下去了 可能你觉得这是你很要好的朋友 你没有意识去避讳一些说话的方式 可是吴行中这句话就伤到了你朋友的自尊心 如果现场他还有其他朋友在 我想他一定很尴尬 也许他会因为你这句话伤害到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用这种方式去表达 最近我看到我们的老板 林门峰先生的一张照片 他竟然可以用五个月的时间 做到从大腹变成八块腹肌 加仁于性的张家辉的身材 哇太激励我了 我已经把这个照片当成瓶薄 给你看看 这么激励的老板 可以做到我们一起去健身吧 把自己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你觉得这种说话方式 他会不会听起来比较舒服 不仅不会伤到别人的自尊心 还可以因为有一个榜样 一起带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从而让他更加的有意思 想知道如何去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个就是社交中的 要养成中的一个习惯 说话的艺术 而在我接触的朋友中 也发现到 和成就越高的人接触 舒适度就越高 他们会时刻维护对方的自尊心 包容一切 所谓水利万物而不增 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锻炼自己拥有水的特质 水对一切事物都有好处 但是水从不鞠躬至傲 默默扶着世界万物而从不增强斗盛 并且凡是往下流的地方都是水会去的地方 人不愿意往下走 水愿意往下走 水愿意接纳一切容纳万物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就是这么来的 正所谓人无完人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缺点 而每个人由于生长环境 成长经历都不尽相同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更需要换位思考 包容他人 尊重差异 正如我们绿卫一姐 Celeste Zhang 也是我的师父 她拥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团队 有性格千差万别的伙伴 但是我眼中的她 永远包容这一切 她选择看到伙伴的优点 发挥他们的长处去带领 她常常和我们说过一句话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就是你的格局所能承载的一切 你的飞马翅膀越大 责任就会越大 需要守护的人就越多 所以我在律威学习到 用这种方式去交朋友 学会先付出 不求回报的去建立关心 用心用情的去对待你的朋友 你的爱付出的越多 就会回流到这个环境里 在律威我常常看到一个情景 不管什么活动和聚餐 领导人都是争择买单的 记得有一次在香港 我们在一间餐厅里面 偶遇了我们香港区的菜总经理 当时餐厅里面 大部分的都是我们团队的伙伴 在用餐 没想到我们的菜总经理 就做了一个举动 把全场律威伙伴的单都买完了 在场的伙伴都在欢呼 感谢我们的菜总经理 如果你第一次接触律威 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 和外面斤斤计较的环境对比 我想你会更加选择 这样的一个环境奋斗吧 那么现在也来到我这次演讲的尾声了 在这里我非常感恩绿威这个平台 让我学会了很多为人处事的方法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拥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如果在外面的环境 那必定是要会走很多的弯路 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所以请相信我 尤其在我们的绿威公司 拥有全世界数值最高的组织团队 里面每个成员都是充满了正能量 欢迎你们来到绿威这个平台 除了找回健康 找到财富之外 也可以交到许多资新的朋友 最后送给各位几句话 和勤奋的人在一起 你不会懒惰 和积极的人在一起 你不会消沉 与智者同行 你会不同反响 与高人为伍 你会登上巅峰 祝大家都能遇见对的朋友 再创高峰 谢谢大家 谢谢月琪 不愧是团队里的外交部长 是的 你要和身边的人保持好关系 要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要成为那个最steady的人 下一个主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家庭 你不要讲你有多成功 如果你的家庭一点都不成功 翻想这个主题的讲师不得了了 他在reway有很多的第一 第一个女生拿进入奖 第一个开老师来师的女生 唯一一个女生从加入reway到现在 不管标准多高 都能从容的被邀请参加所有的reway最高峰会议 这在reway是一个壮举 比制造任何业绩 赚取任何收入还要困难 他上过无数的政商杂志封面 拥有美满家庭的他 和我们分享这个主题 最适合不过了 他就是飞马领队八一环 美养 主题 家庭目标 好 谢谢我们的资深总监 Ms.Cordia非常的感谢 好 各位reway的家人们 请允许我向大家问声好 那我今天想问大家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问题 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的课题有关 也跟大家的未来有关 好 就是你们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或者说是你们最想要买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对了 房子 一间大房子 而且是比较满意的房子 有客厅 有厨房 有书房 有主物 有客房 最好是有地的带着游泳池的那一种 那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梦想吧 我们现代人这一生中 很多人为了这样一间房子付出很大的代价 甚至给带来的奋斗去创造的一个家 对了 对了 房子就是家的地基 地基打稳了 即使有暴风雨也不怕 那我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古代的皇帝 为什么会短命呢 因为家太大了 太多人争宠了 太多是非 家不和 是不信 影响心情 所以得出一个结论 家不管大小 里面住着的人必须要和气 和睦 和睦 和谐 家和万事兴 百善 效尾先 这好像听起来很容易 往往做起来是非常难哦 古代有《孟母三千》的故事 说的是一个好的环境 对孩子成长非常关键重要 如果我们把一个孩子生出来 放在一群猴子一起生活 那么这个孩子长大后 就是一只猴子 他不会像人一样走路 也不会像人一样去思考问题 现代很多家庭的孩子生得少 过于的宠爱 溺爱孩子 像没有了手跟脚一样 什么都要帮他整备好 我觉得父母亲更重要的是 引导孩子 鼓励孩子 给他树立良好的性格 和良好的品质 那才是关键 很多人喜欢看分水 看看家里的摆设哪里有问题 孩子会不会学坏 会不会有出息 但我想说的是 孩子最重要的是 以父母亲为榜样的 如果父母亲不务正业 懒惰 抱怨 整天想不劳而获 或者是整天赌博 又或者是整天喝酒 那你的孩子长大了 肯定是赌鬼 或者是酒鬼了 如果父母亲每时每刻都是勤劳的 积极的 正能量的 当孩子做出事情的时候 给予相应的指导和相应的惩罚 一路去引导他的成长 和灌束他对的作风 这样孩子长大了也不会差 父母亲就是孩子一生中最好的老师了 也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榜样 大人也不需要每时每刻的陪着孩子 他就会成才 当然我们可以适当的跟他玩在一起 发现他的兴趣爱好 去栽培他 让他跟朋友相处的时候 懂礼貌守规矩 那才是比较重要的 夫妻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互相信任 互相理解 互相包拢的基础上 在茫茫的人海中 偏偏找到一个人跟你共度一生 我们应该要珍惜 这样几辈子修来的一个缘分 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 都有各自的责任 我有一个朋友 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 生了孩子之后 没过几年就离婚了 过了一年 他又找了另外一个男的结婚了 但过不了多久又离婚了 后来又碰到一个觉得很对的人 又结婚了 但后来又离婚了 这样反反复复很多次 一下子他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谈论对象的年龄了 我不知道这个孩子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 会不会对他的婚姻产生恐惧 应该多少会有点吧 我觉得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 贡献给家庭 不计较付出 不求回报 这样的相处的话 夫妻的感情才会越来越长久 对于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一定要孝顺 他们辛辛苦苦把我们养大 挺不容易 很多梦想都来不及实现 以至于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要理解他们 并且让他们知道 不会让他们失望 努力做一个成功的人 来报答他们的养育子恩 当然兄弟姐妹也要父相相亲相爱 所谓兄弟同心 齐力断金 中国有一句古话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简单的说就是完善自己 对自己要有要求 齐家就是管理好一个家族 成为家庭的楷模仿效学习的样板 平天下就是天下太平分衣足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做大事的人 要有安定好家庭的能力 所以老板把家庭目标放在人生六大目标 可见我们的老板太有智慧了 就是一个做大事的智者 做大事的领军人物 看他最近的视频就知道了 完全是我们绿威人的楷模 绿威大家庭的家长 这跟他的年龄没有关系 跟他的智慧有关 所以很多人在绿威几年之后 跟着这样的一个大家长 来自不同的背景 来自不同的环境 甚至来自各行各业的 顶尖出类拔萃的人物 都会受我们老板的影响 变成更对的人 进来绿威后 对家庭目标都有更完善的认识 包括我自己也是 还记得我坐上飞马之后 我们的老板买了一艘游艇 送给飞马和飞马的家庭用哦 我和我先生和两个孩子 在游艇上玩了两天两夜 四五个工作人员服务我们一家 出海看日出日落 跳水运动 还拍了家庭温馨的视频 看到我的照片在游艇上的时候 我的两个孩子和我的先生 都寒情默默的看着我 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我很清楚的记得 两天之后 当我们收拾行李好 要回去的时候 我的女儿都不想回去 那种依依不守的感觉 真是让她太流念了 我也知道 在两个孩子的心目中 他们的妈妈越来越棒了 在我先生的心目中 老婆也是越来越完美了 我们在绿威成功 可以为我们的父母亲做很多 原本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的资深总监 Miss Cordia 带父母亲去非洲看狮子 为什么要带他们去非洲看动物呢 新加坡也有啊 因为她的父亲很喜欢看一部纪录片 《动物的世界》 这部片子就是在非洲拍的 带他们去那里看 就感觉自己融入到动物世界的片子里 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哦 一般人得不到如此美妙的真实感 你说她的父亲将会是 得到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 肯定是觉得这个女儿非常的伟大 对不对 受Miss Cordia的影响 今年春节 我在家乡邀请了很多亲戚朋友 合作伙伴一起办一场感恩宴 其实目的就是想要帮父亲 过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生日 给她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我事先安排好父母亲的亲戚到酒店录住 我父亲当时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感恩宴 完全出乎意料 帮她筹备了很多节目 当时很多亲戚都给予祝福 而且是非常羡慕的眼光看着我的父亲 我也订了酒店的总统套房 给我的父母亲录住 总之我的父亲那一刻是非常感动的 也非常地骄傲 有我这一个女儿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驴威教育我的 驴威公司就是因为有高层 为我们做榜样 去对待赡养我们的父母亲 不仅如此 我的公公婆婆在我们还没有加入驴威之前 从来没有做过商务舱 现在当孩子放假的时候 我跟我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和我的公公婆婆 一起订着商务舱出国游玩 两个老人家那种开心的程度 可以跟小孩子有的比 在今年的疫情期间 我团队有一个领导人 应该是孔雀领队 家里的亲兄弟 急需要三十万周转 如果没有三十万出来的话 可能会出人命的 当时他来我家里 问我这件事情的意见 我就跟他讲 如果你把这个三十万借给他的话 就打算要不回 那你就借吧 他二话没说 没事的 这三十万就给他嘛 反正亲情比较重要 我在绿威根本不用担心钱 当时候我看了看 这一位娇小玲珑的女孩子 两年前还在跟人家打工 不到三千块一个月的薪水 如今眼睛眨都不眨 可以把三十万借给他先生的兄弟 在他先生的眼中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太太 在他婆婆公公的眼中 这是多么一个伟大的媳妇 如果两年前他没有进来绿威 就有可能没有这个三十万 如果没有这个三十万 他先生的兄弟 跟谁去借这个三十万 谁又会借给他呢 我陷入深深的诚实中 绿威公司 我们老板也非常注重家庭的 绿威的很多会议 都可以邀请你的家人一起参加 像表扬大会 领袖培训会 都可以邀请家人一起参加的 他们也会更加了解绿威的文化 反过来绿威的环境又可以让家人感受到正能量 特别是飞马之夜 可以带上自己的另外一半一起参加 跟老板和高层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每次老板在台上感谢飞马的老公和飞马的老婆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感动的 很多飞马的另外一半参加了飞马之夜之后 对绿威更加的深入了解 也放心另外一半在绿威发展他们的事业 我的先生就是因为一直陪着我参与会议 深受绿威的文化教育 参与了飞马之夜 跟老板近距离接触之后 才真正走进绿威这个大家庭的 现在我和我的先生以夫妻党的形式 一起在绿威奋斗 变得积极正能量 态度也比以前好很多 儿子和女儿都感到父亲母亲非常努力的打拼事业 也直接影响带动了他们学业上的进步 我们俩希望为更多的绿威的人 带来一个很好的榜样 作为丈夫 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的太太有一种安全感 作为太太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先生在拼搏事业 老板讲的一句话非常对 别人的老公别人的老婆只能看不能动 如果动了的话将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麻烦 影响一连串的家庭 害人又害己 甚至影响的事业的发展 甚至影响的生命 所以不值得 大家要记得如果你结婚了 那么请尊重你的另外一半 尊重你的婚姻 如果来到绿威还没有结婚的 那么等到你有所成就的时候 再去找一个比较好的 因为拼搏事业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 工作上才会有成就 相信当你达到了飞马领队的时候 你的眼光可能就不一样了 还有讲到的一点就是与邻里之间的关系 许多人都觉得邻居不是我们的家庭嘛 但是很靠近我们的家庭就是邻居了 有句话讲得好 眼群不如近邻 邻居就是一个家庭和一个家庭的关系 连接起来就是这个社会 所以与邻居的相处 快乐友好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身心才会健康 有些邻居为了一点点小事情 就起矛盾 造成整个家庭的环境积分 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要争取与邻居的友谊 而且我们也可以多一个机会去影响邻居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那岂不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吗 旅为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我们的行动 习惯 言语 整个磁场都足以让我们的邻居感受到不一样 家庭目标其实是每时每刻的 跟着我们的生命 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 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有趣 从一开始做人家的孩子 到为人父母 到爷爷奶奶 每一个目标都需要经营的 想象一下 如果经营自己的家庭 好像在经营自己的事业这样认真 尤其是每天在练习如何有效影响 人的直销行业 家庭问题也不会太难 担心的是 并没有把家庭目标当成一回事 问题任他累积 不懂珍惜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May 现在的May 长得和以前怎么差这么多 果然的 当一个人的心态和智慧变了 真的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外表 好了 下一个主题 是一个很关键的课题 这个主题叫做思想 一个人的思想 会导致一个人的一举一动 他讲什么 做什么 都和思想有关 接下来这位讲师 用四年的时间 证明了一件事 没有事情是不能够被超越的 他用最短的速度 打破Reway所有的记录 制造了很多Reway的历史 完成Reway国际女生冠军 成为了Reway人 最想超越的那一位 他就是我 最想跟随的那一种领导人 永远都在前面 以身作则的完美领导人 从来没有慢下脚步 对自己的每一个承诺 他都去完成 他就是女版的林文峰 他就是飞马领队九二环 Celeste Jung 主题 思想目标 谢谢Claudia 大家好 我是Celeste Jung 今天由我和大家来分享思想的主题 法国著名的数学家 物理学家 哲学家 散文家 帕斯卡尔 曾经说过 思想成全人的伟大 人类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宇宙创造一切 而宇宙对于人类的思想 一无所知 而人类虽然渺小脆弱 但人类却因为拥有思想的能力 可以学习和探知宇宙 所以人类因此而高贵伟大 在绿威六大人生目标里 思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正确 我们将做不好任何事情 我们会从源头就是一个失败者 因为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起点 懒惰走捷径是人的天性 而偏偏这世上没有一条捷径通往成功 我曾经听过一句话 真正的自律是一个人无需对抗欲望和懒惰 真正的自律是有一种更大的愉悦和热爱 在驱动着他向前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就比如减肥 如果你每天想的都是不能吃的痛苦和锻炼时的煎熬 你很难把减肥健身坚持下去 再比如 当你要挑战一个你梦想中的直击 如果你每天想的都是被拒绝的打击和带团队将会遇到的种种问题 那么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达成你的伟大目标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对呢? 首先你必须培养自己对达到目标以后的那个结果 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热爱和愉悦 把它当成信仰去追随和守护 然后你必须成为一个很好学的人 因为我相信一切的困难和懵懂 都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去征服和改变 学到了越多对你越有利 因为当一个人脑子里面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的时候 你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是会发光的 俗称气场 所以你必须是个对事物充满好奇心的人 你必须好学 你必须成为自己事业的专家 你必须培养自己成为那种看到什么不会的 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欲望 必须要把它学到手的人 特别是跟这个事业有关的一切知识和技能 比如你要学习如何成为销售的高手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没有卖不出去的产品 只有卖不出产品的人 世界著名的管理大师Tom Peters 曾经说过 领导等于销售 这世上99%的成功 都是销售的成功 而我认为销售等于收入 这是你必须要学会的基本功 当你学会了销售的本领之时 无论你做什么走到哪里你想穷都穷不了 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要去哪里学 要是你真的想学到处都是老师 在书店有很多关于销售的书籍可以供你参考 今天在绿威各种大大小小的培训会 视频你想看随时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 还有很多很有经验的绿威领导人 一直在无私的教大家 一直在以身作折的示范给大家 对吗 而最终最后 市场才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要学习在实战经验中总结思考 在磨练中变得越来越专业 越来越得心应手 那么第二 你要成为健康知识的高手 因为你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如果你每天跟别人卖健康 而自己对于健康的相关知识一问三不知 或者答非所问 那么你觉得别人会对你卖的产品产生多大的信赖感呢 所以建议大家在平时没事的时候 比如坐马桶啊 等车啊 等飞机的时候 多浏览一些健康资讯的文章 有意识地去增强自己这一方面的知识点 让别人觉得你对这个很有研究 很有一套 这是能够让别人对你的印象加分的 第三 你要成为举办会议的高手 说到这个 我真的非常有感触 因为我看到我团队里 那些有独立运作会议能力的人 和暂时没有这个能力的人 他们的收入是天差地别的 那么能够把会议做得非常有质量 非常注重细节 非常会控场 非常用心思的那一群人 收入又高出一大截 因为他们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他们想去哪里开就去哪里开 想几时开就几时开 有他一个人就够了 就可以举办各种很有生产力的会议 这种人往往能够在一个新地方 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团队 所以举办各种类型的会议 在绿威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重要 你觉得绿威为什么每年 花费巨额资金在举办会议上 你觉得老板像不像那种 做多余的东西的人 所以学会如何举办自己的会议 是在绿威要学的重要功夫 还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创造环境 让自己练习 并且拥有这种一对多的能力 那么成为做会议的高手 有一个八个字的关键词 我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足够敏感 注重细节 会议的内容 场地的挑选 会议需要的硬件设施 会议的流程安排 节奏掌握 会中观众的感受和反应 现场音响灯光是否令人舒适满意等等 都需要很高的敏感度 和对细节高度的把握 来把一场会议做得很有质量 那么在绿威 你还需要学习成为电脑的高手 其实不只是在绿威哦 前几天我跟一个多年没有见的朋友吃饭 他提到 他公司最近在销售部门裁员了一批人员 这群人被裁员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业绩 是因为公司的系统升级为 需要每一个销售人员 会一些软件下单和操作 而他们学不会 所以被迫下岗 丢到了20多年的饭碗 只因为不会使用电脑 而在绿威 我们经常需要使用各种软件 来制作很多的资料和图片 甚至是视频 这些东西做得好 能够非常有效的提高 团队会议的质量和专业度 当你做到一定的阶段 你就会发现 你非常频繁的需要这些东西 而如果你不愿意去学习和研究 这一方面的技术 那么你就会有一种 空有想法 却无法去实现出来的 郁闷的感觉 你只能委托别人去帮你做 但是相信我 别人是永远不会完全了解 你想要的是什么 做出来的东西 很难精准的表达你的意思 就好像我们的OPP BSC NDO 都是老板亲自做的 而老板所有会议的课件 都是他自己做的 他从来不需要别人帮忙 而且关键是 别人未必比他做得好 如果老板不会做这些 那么又有谁能够代替老板 做出来那么有灵魂 让人拍案叫绝 傻瓜都会谈 复制性那么强的OPP呢 所以要很有质量的带好团队 学会这些非常重要 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成为讲课的高手 你可以在之前的人生是一个 不善于表达的人 你可以在加入绿位以前 是一个有舞台恐惧症的人 你也可以是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 你甚至可以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 但你绝对不可以拒绝去尝试 拒绝去学 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一个演讲家 没有人生下来就是满腹诗书 每一个站在台上闪闪发光的人 都是经验的累积的结果 你必须要多给自己制造上台的机会 多谈多思考 你就会越来越自然 越来越自在 慢慢的你的台风会变得很稳重 有大降风范 作为一个领导人 你还必须学习成为带团队的高手 我常说销售产品是一个你必须拥有的能力 而带团队是达到另一个阶段后 你必须拥有的能力 学做交三部曲里面 交是最考验一个人的综合智慧的 要成为带团队的高手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去观察那些带得好的领导人都在做什么 要非常仔细地观察 特别是细节 然后他做什么 你就跟着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模板可以去观察的 他就是我们的老板 复制老板的每一个动作准没错 那么如果之前提到的那些基本功你都学到了 你都运用自如了 那么恭喜你 你将会成为一个影响力的高手 拥有影响力的人 都是在这个社会上最成功的一群人 因为他拥有影响力 所以他成功 因为他成功 所以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以身作则 身先士足 言出必行 以人为本 这十六字增言 或者是你吃饭的饭碗 你没有理由 更没有借口 对这些 在这个行业要成功的必备专业技能 不熟悉 甚至不会 那么你谈什么成功 谈什么脱颖而出 凭什么服众 凭什么要求别人 凭什么拥有千军万马 又凭什么拥有你梦想的财富和生活 比如我们敬爱的老板 他就是一个非常好学 并且对很多新事物充满着强烈好奇心的人 他在担任 绿威执行总裁的期间 日理万机 但并不妨碍他去学习 考取工商管理学 营养学的双博士 还考取了飞机执照 但是我想要讲的是 我们不要表面上看到老板去考飞机执照 考双博士 完以后你就也去考这个考那个不务正业 为什么呢 因为老板在自己所做的领域 所需要的所有专业知识和经验 已经达到了登峰造级的水准 所以他有资格去钻研很多别的兴趣 因为他已经把本分做得非常出色 而我们如果自问 在这个行业所需要具备的专业技能 都还没有学到 令到自己十分的满意的程度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学习 把本分做好 甚至做到极致 才像老板那样去学习别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观察到的 学习到的是一些非常可贵的东西 学习老板拥有极高的自律 学习他追求卓越的态度 学习他对于本行业需要拥有的一切技能 从来都是当仁不让 一直要求自己成为做最好做最多的那一个 学习他拥有一个时刻归零 并且非常好学的心态 在最短的时间内付出最大的精力去钻研锤炼 然后迅速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和佼佼者 而关键是要学习他对于要求自己这一块 有着非常非常高的标准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所开创的绿威国际 能够在业内迅速脱颖而出 并且极具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原因 所以当我们下定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 就必须给自己设立一个很高的标准 我们要有设立高标准的态度和胆量 不同的标准决定着你的结果的质量 我记得在今年一月份 我的团队举办了一场团队精英活动 那一场活动在印尼巴弹岛举行 在活动的几天内 我们安排了丰富的行程 在期间有一场聚在一起的晚餐安排 本来连续几天的活动已经非常丰富 那顿晚餐我们完全可以只随便安排一下就交代了 但经过商量以后 我们决定这顿晚餐的标准绝不能只是这样 我们想把这一场晚餐变成晚宴 做到极致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住的度假村 并没有相应的硬件设施和场地 来支持我们的idea 做不了符合我们标准的晚宴 可我们并没有就这样放弃 当我们想要的画面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并且一定要实现的时候 相信我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 一切都将会变为可能 最终最后 我们决定在空旷的沙滩上 凭空建造一个临时搭建的大舞台和露天会场 并且精心设计舞台的灯光音响 甚至精美到连地板都是LED的 我们还精心设计了节目 安排了高级法国餐 最终最后 本来一场普通的晚餐 因为很高的标准 变成了一场大制作的晚宴 甚至意外的成了整个行程中最亮眼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令到所有参与的领导人都感动不已 记忆犹新 这就是高标准所能给我们带来的 不一样质量的结果 要嘛就不做 要做就必须做到极致 在过程中不要害怕去付出代价 你应该要付出代价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减肥 但你每天想的都是不能吃的痛苦 和锻炼时的煎熬 你很难把减肥坚持下来 如果我们想做一场晚宴 整天想的都是要多花多少钱 要多多少麻烦事 整个行程已经够丰富 无需多此一举等等 那么我们不可能有机会创造 这些美好的画面和价值 所以不要害怕付出代价 而关键在于创造价值 关键在于创造价值的过程 你必须确保自己做对的事 尽最大的努力去拿到价值 作为一个绿威人 我们应该很注意提醒自己 这边装进去了什么东西 你装进去什么 你就是什么 要很警惕那些消极的思想 导致的行为惯性 对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产生蝴蝶效应般的影响 特别是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 更加应该能够领导自己的思想 做一个积极正面 思想饱满的人 做一个充满好奇心 爱学习的人 做一个高标准的人 做一个言出必行 敢于付出代价 不达目的 绝不放手的人 做一个德行配位 举重若轻 心胸广阔的人 我们要好学 我们要培养对的态度 我们要成为事业的专家 我们要不断的去练习 勇敢的去实践 去犯错 跌倒了 再来 再来 我们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标准 朝着自己更仰望的境界 不断的完善 永远告诉自己 我一定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一定还可以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感谢Celeste 把思想的目标这样精准和仔细的和我们分享 希望我们都能够听到她很用心想传达的讯息 和她成功背后拥有的一个思想 好了 轮到我了 我将分享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 那也就是精神目标 严格来讲就是要让你了解 什么是VV的精神 我们时常会听到人家说 精神粮食 什么是精神粮食 举个例子吧 人需不需要粮食 是需要的 很明显 当我们没有粮食的话 就会没有力量 没办法走动 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主导我们人类大脑的精神思想 也一样需要粮食 这些粮食让我们产生方向感 让我们懂得分析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去做 而什么是精神支柱 精神支柱可以说是支撑一个人 精神世界的最大的一股力量 精神粮食和精神支柱 都能够影响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和作风 精神对一个人的人生方向 以及人生未来都很重要 也可导致一个人能不能够更真善美 因为精神对人类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也成为了reway人生六大目标的其中一个目标 而在reway也一直是我们的使命 把正确的好的精神传承下去 什么是好的精神 简单来说就是能够拥有正面的影响 对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让这一些人通过美好的精神 能够有更饱满的人生 很多人说reway是一间拥有正直正面正派文化和精神的意见公司 其实那是别人看得起我们给我们的一个评价 而我们自己绝对不敢自居 是正直正面正派的 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正派的人 单单会这样说的人 就已经不大正派了 我们放正直正面正派 是因为我们想要成为正派的人 那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一个精神目标 而它是一个过程 是要去经营的 要去修炼的 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提醒自己 要能把事情做对 要确保公司所做的所有决定与政策 都要以团队为主 要能够以大局为重 要能够利于人 要坚持把事情做好 做对的这个原则 要坚持不走捷径的这个原则 很多时候是要牺牲很多利益的 我记得 当Reway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以38平产品开始 当时有投资家看到老板的魄力 和亲以亲为的态度 觉得这位年轻人会有很大的前途 如果投资在他身上应该不错 于是就找了我们的老板林文峰先生 说要把一笔钱投资在Reway 对于任何没有庞大资金的公司来讲 这应该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不过对于没有庞大资金的Reway来讲 老板直接婉拒了 很多人会很好奇 难道老板跟钱过不去 不是的 他会这么做 是因为他不能够允许Reway的任何决定 不管是当时现在或者将来 是有一些因为有资金 但却不懂得直销的人 或者为了利益的人来做的 因为他知道 那一些为了利益而做的决定 永远都不会是为了Reway领导人 做的最好的决定 于是他选择一瓶一瓶的卖 来开始Reway 而Reway这12年以来 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滴滴确确的 都是以领导人为先 会去坚持这个原则到现在 不是因为Reway有多伟大 而是因为Reway的初衷 就是希望Reway能够成为 在市场上 人们一直在寻找的一个完美平台 而我们的使命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Reway 让更多人能够更有价值 让更多人能够得到更全面的成功 我们希望Reway能够成为更多人的博乐 我们一直还在努力着 因为能够成为别人的贵人的这一种满足感很爽 我相信来到12年 不止Reway有这个感觉 很多在Reway一段时间的领导人 也渐渐的因为环境 也有了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在Reway 当领导人赚到钱时 Reway永远会去关心 去担心他们赚的够多吗? 当有任何一位领导人 如果有了一些成绩 不小心跌进了舒适圈 Reway就会去做更大的动作 来确保领导人不会满于现状 当Reway设立了目标 一旦达到 我们就立刻设立下一个目标 永远都会认为Reway还没开始 也应该是这样的精神吧 才会让很多Reway的杰出领导人 从事了Reway这么多年 而其中有很多 从一开始就跟着Reway到现在 有的也跟着Reway12年了 这是一个我们非常感觉到 引以为傲的事 他们不仅仅是从事Reway 很多还把Reway视为终身事业 不只自己从事 连身边的亲戚朋友 另一半 父母 孩子 都在从事Reway 有的人会说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Reway 赚到钱 这的确是的 不过相信我 有很多在加入Reway之前 也已经是很成功 很有钱的企业家 而且都是能力很强的佼佼者 有一些之前赚的钱 都有可能比现在他们在Reway 赚的还多 我相信这一些人 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 在打拼了这么多年 应该都经历了商场 如战场的一个世界 很多人说商场 很难有知心的战友 很多配合过的人 到最终最后 也只能够共患难 不能够共享福 能够配合长久的战友 是很少的 而在Reway我相信 在金钱以外 他们能够得到很多的精神寄托 他们知道在这里 永远都会有人 跟着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不是能够赚多少钱而已 而是知道在这里的环境 一直这样的配合下去 只会更好 在这里 他们能够得到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安全感 在这里我想 感动他们的是我们的精神 对于表扬领导人 和奖励员工们 Reway永远都不手软 那是因为我们相信 要能够给予价值 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对于Reway 人才是最好的投资 认识Reway的人都知道 Reway给予员工的员工花红 我敢说是市场上 没人能比的 而每一年 当我们给出花红时 Reway也从来没有认为 花红给出去了 之后员工要如何表现 来报答Reway Gay 纯粹是因为想奖励员工 之前的付出 一个能够对幕后工作者 都这么看重的公司 可想而知 对于跑在前线的Reway伙伴们 Reway更会付出一切的努力 去确保你能够在Reway 得到你的人生目标 赔财 吸财 留财 一直是Reway的宗旨 不只对Reway的领导人和员工 连跟我们一起配合的供应商 都跟了我们很多年 会跟他们配合这么久 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是市场上最好的 而是我们都会把他们当做自己人去看待 去交 去帮 去给他们机会和我们一起成长 说真的 虽然Reway很严格 标准很高 但很多供应商还是很喜欢和Reway合作 因为我们会把他们当做自己人 老板时常说 人没有完美的 人是会犯错的 不过不要害怕犯错 而最重要的是 当你犯错的时候 你要懂得从作物中学习 而不要去重犯同样的错误 人是没有完美的 每一个人 都要无时无刻的归零学习 人爬得越高 要能够更弯腰更谦虚 老板也时常提醒我们 要无时无刻保持竞争力 提高自己本身的价值 要敢于去尝试 去挑战 不要成为那一种 什么都讲 我不会 我不知道的人 在这个社会上 省自在Reway 没有一个人 是不可以被取代的 当你停止学习和进步的时候 无论你在哪一个级别或者职位 你还是会被淘汰的 你不能够允许自己被淘汰 你需要更强大自己 来确保自己 成为那个不被取代的人 领导人是如此 公司也是如此 你要能够成为一个 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不要允许自己被问题解决掉 要能够成为团队里的答案 而不要成为团队里的问题 在人生打拼的过程中 所以说不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战友 你要立志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一个大家都爱戴的人 该还的债你要还哦 该还的钱你也要还哦 不要欠 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一个哪里都可以去的人 而你看看Vway的领导人 在这环境久了 一个一个也成为了这样的人 去到哪里 朋友满天下 永远不要去问 你的团队或者你身边的人 可以给你什么 相反的 要一直去检讨自己 我还能贡献什么 但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思考 要如何付出更多 相信我 你得到的 往往会比你付出的 还要多 要敢 commit自己 不要让自己太舒服 不要去选择容易的事来做 因为容易的事 每一个人都抢着做 那你和绝大多数的人的结果 有什么两样呢 不要走捷径 因为当你走了捷径 有一天 你还是要还回的 而很有可能 你要还回的 会比你拿的还要多 很多时候 当你去追钱时 钱反而会离你越来越远 相反的 当你把该做的事情做对 把该扛起的责任扛起来时 很奇妙的 钱好像自然而然的会跑来找你 而能够有以身作则的这个态度 是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老板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他往往都会选择那个最难的方法 往往都会去挑战那个没有人敢想象的目标 把表扬大会带到7万人的国家体育馆 把Reway领导人一个一个训练成国际水准的讲师 让无数的Reway领导人 管理层和员工们 有无数的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都是他一步一脚印 很亲力亲为的带领出来的 无时无刻老板都一直不断的鞭策自己 还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些吗 Reway从一开始到现在12年了 老板从来都没有允许自己舒服过 而是一直的把自己摆在不让自己太舒服的位置 就像玉恩刚刚讲的例子 老板健身的这个动作 这个带动震撼了Reway人 让Reway人再一次看到老板那个以身作则 说到做到的态度 能够和这样的人在同一个平台 还是你的事业伙伴 我觉得不成功都很难 所以你要感觉到庆幸 老板不是你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而是和你在同一条阵线的人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 有这样的人带领 我真的觉得Reway很有希望 Reway会来到今天 他不是偶然的 他不仅仅是产品或者制度好而已 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业的关系 是因为这12年 Reway所坚持的原则 和12年以来 Reway讲到做到的一个态度 一个人的能力和一群人的能力比起来 能够做的事是很大的分别的 一个人成功和一群战友一起成功 那个感觉也是不同的 Reway就一直在追寻这个感觉 看到相信Reway的人 通过Reway这个平台 平衡地达至人生六大目标 就是我们最大的推动力 Reway会更努力 会度助自己做得更好 因为相信Reway的人越来越多了 而把未来寄托在Reway的人也很多 我们会一直不断地提醒自己 正直正面正派的理念 不是说说就会有的 是要有人去坚持去带领你的 我们不会忘记 Reway这个名字 来自于showing you the right way 也就是引领你走向正确的方向 谢谢一直爱戴我们产品的你们 谢谢一直和Reway配合的伙伴们 希望你能够让Reway有机会 通过这个平台 成为你人生中的博乐 希望Reway能够成为你的精神支柱 好了 今天的培训会也到了一个尾身 记住 你每一天所做的事 都必须要平衡迈向这六大目标 Reway一直都在告诉我们 要无时无刻 平衡地迈向人生六大目标 我们才有可能 拥有一个更快乐 更平衡 更完整的人生 而最终得到一个真正自由的人生 再次利用这个机会 让我们互相提醒彼此 互相勉励彼此 准备去付出一切代价 准备去承担那种煎熬 逐步的迈向这些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人生目标 再一次的 非常感谢今天这五位非常优秀的讲师 把Reway所要提倡的人生目标 这样完整的分享出来 而最重要的是 要感谢这五位讲师 一直以来 这样的相信Reway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 希望你能给自己一个机会多了解 有可能 你也能够像刚刚这五位讲师 因为Reway 有了人生一个非常美好的转利点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Reway了 我们一起努力 希望我们能够在高峰见 谢谢大家